嗨 第二天 我睡滿晚的 今天太冷然後太晚了 好我們今天呢 的行程是來華青宮 那因為我也是 太晚出門所以 也許剩下一個小時的 逛園區的時間 好我們到了 在這裡 這是門口 好啦來西安呢 除了我們上一集要去看 還有一個地方一定要去 就是楊貴妃洗澡的地方 華青宮 好這家為什麼要來呢 因為這個地方歷代的領導人 都在這兒然後呢 他的戰地其實本來比紫禁城 還要大他是因為 中間又戰爭啊 然後中間當然有修復啊 然後就是現在這個大小這樣 戰爭的時候毀掉一些面積 蠻可惜的 OK我們請點一個小導遊 快速了 30分鐘逛一下這樣 好的我們來到 楊貴妃的 這是算什麼浴室好了 會不會領貌一點 剛才想講洗澡的地方 他們來這邊洗澡主要是 必寒 從十月份然後一直到隔年的二三月 就會回到他們本來的宮殿區這樣 去了之後呢我才知道說 原來這地方是有溫泉水的 可以洗熱水 所以真正必寒的意義就是 來這邊洗三溫暖 一整個冬天 然後因為我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時間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請了一個 專業祥導幫我們做介紹 我才知道說原來以前的 可能貴妃啊即便是被寵信的 像楊貴妃呢就是幫他 建造了一個他這個浴池 然後他用的水也是 皇帝洗過澡的水 我們現在洗澡怎麼可能去用 假如說OK我今天有結婚了 我也不可能用我先生的洗澡水好嗎 我應該會跟他離婚 但是當時觀念不一樣嘛 皇帝洗過的OK給貴妃洗 是一個你要感到榮幸 哇我洗皇帝的洗澡水這樣 然後還說楊貴妃洗上來之後 他的身體的體香可以維持個一個月這樣 因為裡面有入藥啊怎麼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個前面皇帝洗過了嗎 入藥怎樣啊 大概是這個概念 但是因為我是姓代人好嗎 好反正就是真的做得很精緻 他還幫他做解題耶 然後還幫他設計一個花瓣的池子這樣 然後皇帝的池子真的是很像游泳 我們現在的浴缸也沒有當時皇帝的浴缸這麼大 你可以看出那時候皇帝的身份意味 蠻特別的 還有一個那個游泳區你們看到嗎 唐太宗在裡面洗澡的 我想他應該有稍微游一下 因為真的是有夠大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間 他們把建築做得跟現代的三溫暖一樣 你如果說只要不要出這個房間的話 基本上你一直都會是暖的 然後還有誰待過呢 還有我們的蔣介石先生也在這邊 因為我們的西安事變就在這邊發生的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歷史 然後風景也很好 後面是靠著山嘛 如果是當時的話 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度假聖地 OK 這就是各大歷史人物在這邊洗過澡的地方 來看一下 我來之前呢 有一個朋友之前也來過這邊這樣子 然後就跟我大推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也要大推給你們 蠻有可看性的 這個是你嘗試就合一點 它無色無味 但是它不能合作 合作怎麼會上去 哇 黃帝太陽哥哥洗澡的水 是這樣子 就一直 就一直 對 不會出來的 嗯 做各種事情 我現在來摸摸龍子 今天是龍年 龍的一個兒子叫碧溪 是摸摸碧溪的頭 一身無油蟲 摸摸碧溪的牙齒 精英才幫瓦加斑 摸摸碧溪的脖子 一身無三軍 一百多年的一塊被屎了 這是老的 1878年的 可以摸摸他的頭 這邊是可以來泡腳的 免費的 進來可以泡 可以體驗一下 什麼是來這裡必寒 雖然現在還是蠻冷的 什麼現在要去哪裡 皇帝用的洗手間 你去皇帝那邊撇尿 你想要上廁所 對 OK 找郁靜萱 OK 好 我們剛剛幫我們解說的 導遊姊姊已經結束了 然後他告訴我們 這邊晚上還有表演 叫做長恨歌 然後他有好幾場 有兩到三場 這樣子 但我們沒有要看 那這個長恨歌呢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留下來看 因為我看過其他城市 類似的表演 他們做的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們一天有兩三場 你們可以看一下時刻表 時間適合的話 真的可以停下來看一下 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要去吃好料 說是西安排名很前面的餐廳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下了捷運站呢 要走到那個餐廳 其實有一個小距離 然後我們就先經過了一些小餐飯 一個夜市這樣 吃的超多的 我本來想說 我要不要乾脆停在這邊 就吃一圈就飽了 那餐廳也乾脆不要去 因為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就是他們的各大美食 然後又有很好喝的東西 然後我都忍住沒有買 我就經過拍給你看一下這樣子 我要去吃那一間 聽說很厲害的餐廳 好不好 我們現在經過一個公園 我們現在經過一個公園 然後它 它有桌球耶 好像蠻好的 好像蠻好的 這怎麼Q啊 這邊有客棧 就客棧了 客棧了 有客棧 這條街很多人買那個畫框 他們的車連紙怎麼好像比較漂亮啊 很好看耶 這個 哇 好可愛耶 過年了 賣筆了 還有唇臉 哇這筆好大喔 這樣子 好久沒看到葫蘆了 而且還有這麼大的 然後居然還有這種有蓋子的 好可愛喔 買了 回去開給你們看 謝謝老闆 在這 喔 我們到了 反正是這條街 找到快點 我們的菜來了 要納珈號 要納珈膜 夫妻 我們菜超多 剛剛兩個大媽端起來的時候下來了 好啦這是腰花 蝦 涼 辣涼 他剛才來說說 你還加點了 對啊 你這樣吃得完嗎? 嚇死了 我是不是要打包 要好吃 但其實就是我們很常吃的 好好吃耶 每一塊都入味 你怎麼會這樣切 很好吃耶 這也超好吃 這個 腰子 因為我愛吃腰子 我想說我吃看看他們的做法 辣的肥脂牛 變腰子 對,肥脂牛的味道 然後腰子 好好吃耶 這是豬腳裡面的飯 所以你如果點豬腳的話去吃飯 不太讓點準食 這就不用了 好 豬腳 他感覺好像也有加一點點中藥在他的醬 所以OK OK 值得吃一下 都很招擺這樣 好好吃耶 我們最多菜應該要 好多人來吃 對 就可以點很多 哇 給你看 這樣 那這個金黃色是什麼 我還沒吃耶 感覺什麼魚蛋 是嗎 那個黃金色的是土豆 就是馬鈴薯 這個 還有馬鈴薯的那個球在裡面 好 好 吃吃看兩碗 我們來吃吃看 口感還不錯 嗯 我覺得它也可以是主食耶 嗯 剛好沒點飯 不用 這個好吃 西安這邊最正統的是這種 辣的 對不對 陝西菜 好 我要來吃它這個雞 我們看網路上說這個雞一定要點 蘸鹽那個 那個是自然的 蘸這個嗎 嗯 嗯 嗯 它有吃過那個蒙古鍋嗎 就那個味道 自然的味道 反正又有特色的啊 就是你如果在台灣 比較難點到這種味道的菜 對 你如果喜歡吃雞肉的話 就可以點點看 其實是好吃的 嗯 它都脆也還不錯 最後一個 我們真的是一桌菜 這是我們來西安第二個家 這個是餐廳的 那天是路邊的 嗯 吃起來不一樣 那個皮咬起來比較精緻 嗯 但我跟你說 我喜歡路邊的 就是餐廳口味 嗯 我喜歡的那種 嗯 夜市的 好啦 今天餐廳推薦給你們 餐廳排名第一名 然後如果六日來的話 最好先預定 我們現在是平日 所以人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不用排隊 那你吃吃看 好啦 我們走出來就 會遇到我們要看的西安城牆 它城牆有分很多面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這一面 叫做明城牆 那我們現在是在城市內的城市外 我們在內 喔我們在內 對 這樣出去就是外 喔所以從這個 這個是外 外是去哪 外也是西安 那也是西安 然後 只是保留那個城牆 我們在城牆是保鮮的 喔 喔 這裡 我們好幾次就這樣子 進出 然後其實呢 你沒有時間 也不需要特別看 因為 你如果來西安玩的話 是可以 一直看到的 因為你會一直進出這種口 這樣 那你就順便看一下 我們剛剛就經過了狗門了 那我們現在是在城牆外了 滿漂亮的這裡 你看 它要過年了 所以它就放這個燈 然後它就小燈了 好美欸 嗯 很漂亮 要過年來 晚上才會這樣 喔真的嗎 沒有 聽到不點燈 真的 所以真的要來這邊過年 因為氣氛真的是也太好了 看到龍 太華麗了吧 哇 好啦 城牆的門口這個風格 翻個面出去呢 就是 都市的風格 這樣 有個手耳感 我剛剛已經覺得它很華麗 結果覺得它還沒佈置完欸 它還有這個 像古的東西還沒有上去 我買了一個這個 冰封 最後一天晚上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大雁塔 因為 我們都沒有進看它 其實它蠻漂亮的 晚上這樣 每天都看到它 對 對 然後呢 它這邊點燈 再看一次 真的很漂亮 這真的很好看 那個燈很漂亮 老北京 先吃這個 山楂口味 最正統 怎麼樣 好久沒吃了 最正統 台灣現在不賣三張喔 對啊 幾乎沒看到這個 對 都是那個禮物 好好吃喔 我也覺得這個 好吃 普通通 買另外一個口味 比較現在的口味 烤棉的 烤棉的 烤棉應該這個吃起來差不多 烤棉的就是現代的口味 我們剛剛買了什麼 喔這個 冰封 冰封 起司 就是很像芬達 應該是 我跟你說 他們愛酸奶的程度 就是 飯店都會放 這還能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你那芬達拿出來都是溫的 你覺得呢 我也是 買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溫的 因為呢 我外面的溫度是 褲巴鹿的 所以它室內可能應該有食物吧 所以就覺得我買了一罐溫的 其次這樣 好啦晚安 今天是我們 在西安的最後一個晚上 明天我們要去 好 OK OK 我要跟你們分享 我當中買的葫蘆給你們 仔細看一下 還有這兩個 這樣子 其實在台灣也看得到葫蘆這種東西 只是說 那個裝飾上比較不一樣 我買的這個呢 它居然是可以 這樣子耶 開口 就是 比較特別的水壺 但是當然我不會打得當水壺 我就是掛在家裡面 因為葫蘆在中國它有一些用意嘛 很吉祥的物品 然後可以 驅邪 招財 然後增進夫妻的緣分啊 這種 人家說有這樣子的象徵這樣 身體健康 然後又說 它的形狀很漂亮 然後可以掛在家裡面這樣子 最近要過年呢 你們去逛一下年貨大街 應該會看見 那我現在買的這個 它是用這種 深色的線綁的 然後都可以打開 然後上面一些小吊飾 然後一些雕刻這樣子 OK 我這次呢 西安覺得 不夠玩 這個城市 比我想像中的大太多了 我功課是不是沒做好 能夠吃的 能夠看的 非常的多 然後還有 我們這次看大部分都是城牆內的 和比較遠一點地方的東西 城牆外 我這次比較沒有走 但是我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那個氣氛有點像手耳 下一次有機會再 來好好走一下好不好 然後有什麼有趣或是好玩好吃的東西 你知道的話可以留言給我們 OK 我們上海見 拜拜